你信不信攬炒派有一對stupid team 怎知道 認識到不意外 不負不給不盼待 不要你 不要你 要聽好腦袋 盡量振作也應該 每一線搶也打開 不怕你 不怕你 怕呼吸引開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先迪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制定港版國安法提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 最快6月舉行會議編寫法例 完成之後 會將相關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3 再由港府公佈實施 好打得的林鄭今日登報 又刷存在感 她呼籲全港 放開彼此矛盾 一起追求理想 又提到香港回歸祖國23年 仍未能按基本法第23條 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林鄭真是好像周星馳電影中的唐僧 由去年香港爆出連串黑暴 直到今時今日這一刻 她都是不斷打造她苦口婆心的形象 可惜她太自我本位了 根本不知道人人理想不同 但是說年年考第一 就已經不是全體學生歌的理想了 否則 不要跟我談理想 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 就不會成為網上瘋傳的名句 來不來就有人翻丁給like 林鄭看人就錯鬼了 但她講香港回歸當年 都未按基本法第23條自行立法 講法就非常忠肯 不過這樣 這個問題正正就是 和包括林鄭在內的無能港官 一直以來辦事不力有關 只要港官過去稍為有少少辦事能力 都不用勞煩到國家出手了 就講昨日立法會辯論國歌條例草案 照計理論上遇到的阻力 應該會比23條 國安法要少 不過事實就是 一樣變了做反對派的搞事舞台 有反對派議員 竟然拋窄泥漿狀腐爛植物 說要令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和建制派感受一下制度 法治文明腐爛了的滋味和 令二時堂瀰漫惡臭 會議被迫暫停 有議員感到不惜送院 梁君彥和建制派 難道生活在南極圈嗎 是香港人都知道 直到今時今日 有不少交通燈 路線顯示屏 百達通感應器 不是代收就是神神地 整好又被人打爛了 明顯是制度和法治負爛 行之無效的明證 不過文明沒有負爛度 因為文明一惹就死了 文明已死 野蠻崛起 東映視頻說了 垃圾山堆田區 是某班人的理想國 但是人人的理想不同 怎知反對派和林鄭 其實都是一般見識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三年 怎知立法會變成垃圾會 整個香港都變臭港 都是有賴反中亂港濫炒牌 和無能港官互相發功 才有今日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 有什麼看法 是LIKE 搞錯呀 還是食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